屏東冬天 少雨溫暖 是非常適合蓮霧生長的地方 但是最近因為梅雨封面帶來的影響 農損非常嚴重 因此不少農民為了不讓心血結晶賠錢賣 出發奇想 把這個蓮霧做成了醬瓜 它的鹹度比傳統的醬瓜還要低 因此不論是配飯配粥還是單吃都非常的適合 金黃烘蛋滷肉到苦瓜雞湯每一道菜肴 看起來美味可口令人垂涎三尺 但您有發現嗎 裡面都添加特別的醬瓜 從清洗切碎到醃漬 每個步驟都不敢馬虎 你沒看錯 這個醬瓜可是用臉霧做成的 原來是日前大雨造成不少農損 蓮霧爛了還出現大量裂果 因此屏東有農民就開發新吃法 把蓮霧做成醬瓜 比起以往傳統的醬瓜 鹹度降低許多又能保持爽脆口感 脆的口感 還有香氣的口感 還有說你包括說 我們來配飯配粥 來做其他的料理方面都是很恰當的 果農發揮創意把醜醜賣不掉的水果 加工製成醬瓜 他們也希望未來能量產 讓更多人品嘗這個美味 介紹蘇世偉 頻道報導